接下来这则新闻可以说是艾滋病患的福音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在星期一宣布 至今全球已经是有第三名艾滋病患成功被治愈 而这一次是通过骨髓移植来达成 这一名不具名的艾滋病患是一名百名 白血病患者他在杜塞尔多夫接受白血病治疗 并且接受了一名捐赠者的骨髓移植 而这名捐赠者的骨髓含有罕见的钙细胞突变 能够抵抗艾滋病毒 这让研究团队感到非常兴奋 因为这个发现让寻找治愈艾滋病毒的解决方案 又迈进了一大里程碑 未来医学界能够试图通过植入抗艾滋病毒的免疫细胞 来逐渐清除艾滋病患体内的艾滋病毒细胞 目前全世界有38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自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 艾滋病大流行已经是造成大约4000万人死亡 过去30年来医学的进步 让艾滋病患得以通过抗逆转入病毒治疗方案 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让艾滋病患能够携带病毒继续存活很多年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